喂! 伙計! 我們鹽香最冷手的招牌菜是什麼? 有飯自然香是香港六十年代 一個飯店發生的事 那年代很多在大陸下來的難民 想投靠親戚 他們如何從身無紛紛 到發揮香港人的精神去奮鬥 然後創了一番事業出來 還有看到六十年代 香港人的團結和互相關懷的情懷 看到鹽香飯店的街坊 大家互相照顧 家庭破碎如何互相安慰 這是一個很輕鬆的社會食品 真的很香 因為吃飯是中國人最重要的一件事 有飯吃,有生存 所以飯是變成中國人一個很強烈的象徵 所以我就想用飯做這個主題 我們不可以沒有飯 所以飯會變成一個戲裡面最重要的元素 起飯 起飯 現在社會進步了很多 科學又發達,資訊又發達 六十年代香港人是很窮的 大部分,八成的香港人 都是為了一碗飯去奮鬥 但反而在窮困的日子 香港人還可以發揮那種互助互愛 互相幫助的精神 今時今日 我們連隔壁論社 是誰都不應該知道 要不是被人罵八卦諸事 但那個年代 如果我煮了一碗飯 或者煮了一些糖水 我會拿去隔壁 給大家一起分享 那種互相關懷照顧的精神 我是很懷念 現在我剛才說 資訊很發達 我們不斷WhatsApp對方 是不是連繫緊密了 我們現在要回家吃飯 要預約的 可以回來吃飯 媽媽今晚我可以回來吃飯 以前是必然的 你不回來反而要向家道歉 一家團做事一頓飯 是很重要的一天的時刻 但是現在對家庭那種關心 和大家向心性都不同了 所以這個對比其實是很重要的 是要換成我們這些其實很基本的東西 與生俱樂的東西 我們很容易疏忽了 我們很快會來看 華人的食感